原定新城乡公所兴建办公大楼今年要发包动工 但是物价上涨迟迟没有办法发包出去 为了增加经费让工程可以进行 立委孔文集也邀请了国家发展委员会 内政部明证师还有华联新政府及新城乡公所 召开了经费检讨演商会议 共同协助乡公所追加预算 让工程可以顺利发包 立委孔文集在立院休会期间 下午考察第四站来到了新城乡 并为新城乡公所办公大楼增建工程计划 召开经费检讨演商会议 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 内政部明证师 华联新政府请人家公所等单位 共同来讨论以及协商 我想我们这样 刚才相当长得很清楚 新城乡财政比较差 然后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办公道 我看一楼这样进来 这个同龄都办公也是很奇怪 很拥挤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让我们新城乡公所 新的办公大楼能够把它早日 能够把它完成 当然最近原物料暴涨 原物料暴涨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这个我们希望我们中央 特别是我们国发会 内政部明证师 在大地方玩一下 新的相当合理台北老师 现有帮助大楼房舍老旧 空间狭小 已经不服务员工 以及加工民众的使用 为近年来物价大幅的上涨 各项营件成本增加 创立年新高 致使招标过程面 到武厂上投标 也造成之前核定的补助款 配合款 只需要检讨 以及追加预算办理 在整个物价的一个波动 人历的短缺 物料的一个 也物料的一个 说实在的 比不上 在前年送的预算 到现在来讲 根本我们 这个 这个预算发包 已经过了六次 每次都是流标 没有人来投标 甚至有那些业者 在外面讲 这个政府是搞什么东西 为什么 你明明知道现在 原物料是这样的 你变得一算还是如此 没有人要来投标 不是只有新城乡 我相信 委员以及各位长官 在前台湾各地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一次我们要发生说 我们自己 把所有工夫的钱都拿出来 准备投资三千 中央来盖 可是这个盖下去之后 整个相公所财政都完蛋了 不知道要跟其他 中央部会 以及县府来争取的这些 建设就要配合款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来支付了 但是行政的环境 办公环境又不准 民众骂声连连 有时候进来的时候 你看根本没有办法来抢够 一点环境 环境非常不好 所以今天 特别要谢谢孔委员 请各位长官到这个地方来 给我们当忙 六次空期 为了确保中央 以县府之间的补助款 能够保留 所以推动 最后财势 有关上去最佳 兼配部署的情况 也请行政家公所 循划动接近乡镇抵抗的机制 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合办 并且通知六口问及博会办公室 将择其安排与国外会主委 面对面协调以及争取 届时也请行政家公所 就上开机调先行背头 以历会谈 记得交往一前 看到不到